提到遗种啊 相信不少观众第一个想到的是 三国时期的奸雄曹操啊 曹操生前酷爱盗墓 甚至还设置了一个摸金校尉的职位 专门负责盗墓 也正因为如此呢 他深知自己死后 也有着被盗墓的风险 所以特地在河北临张瓷县等地 设置了72遗种 就是为了迷惑盗墓分子 不光是曹操啊 有人还说 明太祖朱元璋在死后也弄过一种 根据民间传说 他下葬那天呢 南京十三座城门同时出棺材 让人搞不清楚哪个棺材里边 才是朱元璋的尸首 自然呢 也就弄不清朱元璋究竟葬在哪里了 当然了 咱们现在都知道 朱元璋就葬在明孝林里边 所谓的十三个城门出棺材 也有专家站出来说 那是民间的异想和杜撰 不过这似乎也发现了一个事实啊 那就是射仪种虚种 在古代是比较流行的作法 那么咱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墓呢 也跟仪种有关系 具体怎么回事呢 一切从头说起 那是2014年的3月12号 在距离杭州500多公里以外的 庆元县发生了一件轰动乡里的事情 什么呢 发现古墓了 之所以轰动 原因也很简单 这在庆元县 头一回 大伙没见过 稀罕呢 当时浙江省考古研究所的专家 就带队赶到了现场 二话没说 立即就展开了 抢救新发局 可是挖了没多久 大伙的失望之情 可就挂在脸上了 没办法 因为整座墓基本上都被毁了 我们觉得这个墓 现在来看 它的价值已经 基本上上市了 这么说吧 到目前为止 这座墓啊 更像是一座空墓 不仅没有任何的陪葬品 就连关于墓主人的 哪怕一点点痕迹都找不到 唯一的线索就是 这不是一般人的墓 因为等级规格在那摆着呢 因为这个墓 整个残存的墓序 结构 规模都是比较大的 还有你看 我们现场采集到的 这个他们 开战那里的这种调死啊 还有这个砖啊 这个 这个结构啊 这个规格啊 都是比较大 所以这种墓葬都所以 应该所以比较高规格的 不是一般的墓葬能用的 考古专家们经过了 一番仔细的搜寻 还是没能在附近的土里边 找到什么文物 就在大伙准备 要打到回府的时候吧 有人就叫了一声 快来看 不得了 有石碑 我们终于发现了 这个墓葬的墓字 可以确定了 这个墓葬 是南宋的 一个胡红墓 胡红 这可是位大人王 南宋官员 生前曾经官至 吏部侍郎 那是朝廷重臣的 专家们决定暂停 对墓葬的发掘 先从这块墓质名 着手研究 经过清洗 这块长59厘米 宽39厘米 厚6厘米的黑色墓质名上 清清楚楚的显露出了 595个字 这是由胡红的儿子 胡刘撰写的 明确记载了胡红的生平 不过有观众要问了 刚刚不是说 胡红是大人物吗 朝廷重臣吗 怎么他的墓会是空的呢 专家们思来想去 决定在这块墓质名上 来找一找线索 仔细一看 线索就在其中 这里头竟然写了 那诸土宫四个字 这个诸字 让专家们产生了疑惑 你想啊 如果这个土宫 是指墓葬的意思的话 诸土宫 难道说 还有别的墓葬 可供容纳吗 想到这 考古专家们决定 再认真地研究一下 胡红的生平 根据史料记载 胡红的一生当中 做的最重大的一件事情 就是在公元195年 也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南宋庆元元年 臣夫仕途 大半辈子的他 起草了一份奏折 准备弹劾 另外一位朝廷重臣 谁呀 说出名字了 您都得替他捏瓦汗 这是皇帝的老师 大圣人朱熹 他奏书列举了朱熹的十大罪状 痛臣朱熹 言行不移 品行虚伪 这当中有两条格外引人注意 第一是说朱熹不孝 不让母亲吃豪米 还有一条是朱熹失德 那尼姑为切 这本奏折一交上去不用说 朝堂之上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呀 朱熹这个时候 那吓得一身汗 这事你都确实干了呀 赶紧上书检讨 请求朝廷处分 最后命都是保住了 可是他所有的门徒 都被禁止参加科举考试 你想赢取公民 没戏了 这还没完 朱熹等道学党人 也大多被罢官免职 甚至被朝廷治罪 这就是南宋历史上 著名的庆元党禁 经过这一道 胡鸿可以说是成为了道学派最痛恨的人 这不没过几年 道学派又重新上位了 胡鸿呢 直接就急流勇退 告老欢向 没过多久 他就死在了自己的老家庆元 这个朝国呢 就是我们这个胡鸿在朝廷上朝 当官是上朝用的 就是拿上去 皇帝忘祟忘祟忘祟 那么那块东西 是文官用的 是文官用的 那么它是象牙做的 规定的就是要有四品光以上 才能够用象牙朝国 而且据说胡鸿死了以后 留下了一个秘密 八百多年以来 胡氏子孙一直对这个秘密是首口无品 专家们就猜想了 这个秘密会不会跟眼前这座空墓有关系呢 按说人家要保密 咱们也不方便去问呢 可是没过多久 这些胡氏子孙倒是自己站出来 把秘密说了出来 那么到底什么秘密啊 跟这座空墓有没有关系呢 您接着往下看 就在2014年 也就是这座空墓被发现的同一年 清源县公安局接到了一个群众举报 说是有人在一所学校的施工工地上 挖到了一个古墓 里面有不少的金银珠宝 当下呀 就被几个盗墓分子给瓜分了 听了这个话 警方立刻赶到现场 现场根本就看不出什么墓穴 或者说古墓藏之类的 但是现场呢 有很多网力跟砖判 我们民警到现场以后呢 对那个施工所有在场施工人员 进行了主义询问 施工人员呢 依靠宝人所说这里的墓藏 奇怪了 明明有群众举报 怎么到现场又说没有古墓了呢 他们在附近查看了一番 确实也没有看到什么墓穴 倒挖痕迹 于是就准备当作虚假报案处理 说对了 可就在这个时 胡红的后代站了出来 说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 必须得研查 这个要求更是让警方摸不着头脑了 为什么呀 这个胡氏子孙可算是开口了 说这个地方 很可能也是他们老祖宗 胡红的墓 在我们家谱里面 就是说十八学坟墓 都记载的一清二楚 一共十八学 就包括地点也记得很长 闹了半天 胡家的秘密都在这本家谱里边 根据胡家的家谱记载 胡红啊 有十八处遗种 并且这十八处遗种的准确方位 里头都写的是一清二楚 如此说来 咱们节目开始说的那座 只出土了一块木志明的空墓 倒是有了合理的解释了 可是问题是 好好的为什么要设十八处遗种呢 是为了防盗吗 专家表示很有可能 说防盗是一方面 更主要的经历了庆元党政的胡红 得罪了朱熹 更得罪了他数量众多的门徒 胡红很有可能是担心自己死后遭人报复 这才设计了十八遗种 并且让家人一定要严守这个秘密 抬出去买的时候 十八具光彩呢 就都抬起来 抬起来要穿梭 就这样子 你穿过来 他穿过去 这等于嚼起来 就搞不清楚是哪一排的 那一具光彩是真实的哪一具 那所以呢 就是说学上真正真实的 这有胡红的这一具真实的这一具光彩 所以他女儿一个人知道 这个光彩是抬到何方去的 那么胡红的真学是在哪一个地方 所以他女儿一个人知道 咱们话说回来 胡氏子孙之所以会要求 严查那所学校附近的古墓被盗情况 那就是因为这个胡氏族谱上所写的 名列第四的墓穴 是在慈兆寺东边三十米 也就是距离这座学校大概三十米的位置 这不就对上了吗 所以他们就紧张了起来 那么胡红真的有十八座遗种吗 眼下这座基本上看不出墓穴样子的地方 真的会是胡红的墓穴之一